大家好 我是蓝蓝 昨天晚上下了一夜的雨 北京 现在我们去买点牛肉 中午吃烤肉 师傅 你再淋着我 牛肉烤着吃的买哪 买多少 不是 你先让我看看哪个部份 西冷 西冷 就是外鸡 外鸡行 多少钱一鸡 42 就这一块 就这点了 上里面一大成条 要不你把边那块给我拉下去 我就要这边 对 底下 行 行 这块也不错 是吧 这块也挺好的 31300 行 那这块要么 其实吃不了 行行行 车再买吧 就是就是 行 那个不见得吃得了 肯定吃不了 你要带这个吗 印象没地儿了 没地儿 大家好 我是蓝蓝 我呢 是搁不住事 就有事 我就得解决了 不会退缩啊 所以呢 我就是跑回来啊 这回为什么呀 我提前跑回来过周末呀 孩子们之间出了点事 我昨天呢 就是 就心里面比较烦闷嘛 就也拿咱们这个粉丝啊 网友当朋友 一吐为快 我就说了 结果我没想到吧 留言呢 就说呢 我的责任比较大 我就反省啊 我觉得说的有道理 这事啊 是这么着 我不是 上平房吗 一来照我妈进 二来呢 我是躲我们家的老张 老张他 从年年 他气人 你说你跟他打架吧 他不理你 他跟你玩冷暴力 所以我这老这么憋着呀 我又更年期呀 是吧 我又要疯了似的 我为什么老学习呀 其实学的也都是有关心理学方面的 要不然我压抑的 非得我憋出病了 要不我就精神出问题 我就躲到那去了 躲那呢 我又不放心 这个我们家老二 没人给做饭 所以呢 我就邀请姐姐回来 给他做顿饭 然后他再回家过日子去 这么着 姐姐呢 一直哈 就特别听话 我们家老大就特听话 就给他妹妹做饭 我这学着学着习呢 不是学好了吗 就跟老张又好了 你看二十多年 我们俩都分居 哎 这学好了 你得爱啊 得包容啊 反正你给你讲道里边 一想也是都是自个儿的事 得了吧 你还是回来吧 我又让他回平房了 回平房呢 哎 也听不见他打呼噜了 反正俩人能在一张床上睡了 原来我们俩都不能在一屋里待着 厉害的时候吧 不能在一层 我们家这这边楼房是富士吗 我都让他上楼上去 中午吃饭 哎就在一块 平常没什么 我们俩谁也不能见谁 就这样楼上也有厕所嘛 所以我们俩一天不见面 就到这种程度 哎 结果呢 我们俩不好了吗 在那住 住住住住呢 哎 这不是一阵一阵的犯病吗 这人哪 他哪能修一个毛病好 上几天课已经修好了呀 他老反复你知道 为什么我又上一段时间 我又去上去了 就又上那加油去了 因为一个人的恶习啊 就那个习惯啊 他是从小骨子里带的东西 很不容易改的 这我特别承认 所以呢 一掐呢 我就给他轰走 一轰到没人去 他就回楼房 他一回楼房呢 他吃饭多呀 我们老大下了班回来 他跟他妹妹吃的少啊 有他爸呢 就多呀 你不是做的就多吗 老大呢 也加上最近呢 比较就比较忙 单位特特别开始卷了也 原来说哈 这种单位不卷 现在也开始卷了 就是他不加班 但是他上班忙 所以呢 他回来再做饭呢 又买菜做饭 他就觉得有点累了 他就有点委屈 然后就说你看我做完饭 他们俩也不刷碗 结果呢 我一跟老二说 昨天我就找老二谈去了 老二我的妈我都累死了 上一礼拜半了 我好不是想睡睡觉了 你要干嘛呀 我说你能不能刷个碗呀 他说我没说不刷碗 我就是累了 我想洗完澡再刷 结果我姐就不高兴了 我姐就提前把碗刷了 我们家老大就挺随我的 越来越随 要不说孩子就是说 这个家长的翻版 就是看那活吧 就不行 说干就就马上干 我现在觉得真是 要不说你家长你不改变 你的这种坏毛病 真的都害了孩子 我也是使劲的在改 所以呢 我这不就回来嘛 我怕老大受委屈啊 我就 而且家庭的和睦啊 你姐俩要是有有 有误会了 或者有矛盾了 是吧 不立即团结呀 我就特别希望 是吧 姐俩和和睦睦的是吧 将来我们走了 还有你们 别闹的哈 谁跟谁都有意见 就是沟通的少嘛 所以我就回来来解决这纠纷了 我就这么发了一个视频 然后有人就说 哎呦蓝蓝你怎么还让老大给老二做饭呀 俩人都一样大双胞胎 啊 你再说了你老让老大干这么多活 人家姑爷爱 大姑爷人家有没有想法啊 是人都结婚有了自己家了 那你应该回来给老二做饭 你不应该让老大呀 后来我一反省 说的也是 我为什么不愿回来呀 我就躲我们家老张也躲老二 老二的脾气我们俩也是老饭层 后来我今天来跟老大说 要不然你别管了 以后你也别回来给他做饭了 还是我回来吧 老大行 人挺高兴的 人谁愿回人自己 是不是 大姑爷晚上都管饭 吃的挺好 他一直吃点什么 就人就休息了 是不是 不生嫌弃 这个哈 家里的活也都是他干 忙的时候就不干了 所以还怎么说呢 还是没有适应过来吧 就是孩子成家了独立了 你就不要让他再纠缠 家里面娘家的事了 是不是 娘家的事你娘家你自己解决 人家呢就好好过好俩人的生活就完了 你必须得忍痛 你把这汁给他隔下去 是不是 你这孩子大了吧 你就得狠 你就让他把他推出去 你这样就互相搅和吧 你不好 你弄的吧 他老是姐妹不是姐妹是吧 有了矛盾 你不太好 有了家了 是不是 人家小心思都在自个家了 你在这儿 说的是姐姐让妹妹 也有点武断 是不是 好来呢 我也想呢 我也别这么自私了 回来吧 然后 老二个 妈那你回来了 你去跟我爸一张床睡 还是你们俩一人一窝啊 你们俩要不是一张床睡 我能不能从楼上下来 我上那小屋睡去 我 我说我还没想好呢 我得给我自己留一间屋啊 我说万一跟你爸又又弄层了呢 我这回平房也没地儿躲了 我还不能躲我自己的小屋去啊 可是你说吧 俩人在一床上再打在那 真是床头打架床尾和 昨天晚上又因为什么 我不说话了跟他 我从楼上脚头底 他脚底睡了一宿 早上起来绷不住了 又说话了 哎呦 聊上了什么事没有 早上跟我去买肉去了 你要不说呢 你分开了就不行 你不管两口子还是什么 你当然孩子长大了 就得让他分出去 你们说这回我的想法对不对 哈哈哈哈 哎呀 我一人住那儿真是不生气 开心的呀 哎呀我受点累都没事 是吧照我妈 其实我从这儿去我妈那儿也方便 一趟车就时间稍微长了点 但也不用倒车也可以 哎呀 都是摸着石头过格 谁也没经历过 所以说评论区留言 很多人都经历过 哎呀我一看 哎呀对我帮助太大了 特别感谢 你们说这次我的决定对不对 我觉得怎么着哈 也得给老二 哎 让他这几个月哈 再养你以后可能就再也没这机会了 给他照顾好了 俩孩子都走就我们俩人了 我估计倒也什么事都没有了 其实 没有别人的时候我们俩挺好的 有的时候都是 哎 谁知道 没准那会打的更更欢 你们说呢 拜拜 记得点赞关注哦